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老连观世界 今年2月10号 也就是大年初一 世界平坛的传奇人物 中美乒乓外交的 直接发动者庄子栋 在北京与癌症抗争了5年之后 撒手人寰 那么庄子栋这个名字 在中国可以称得上这8个字 名满天下 棒满天下 那么庄子栋啊 说他肯定离不开乒乓球 但是庄子栋本身呢 这个人物又超越了乒乓球的概念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了解 并且关心庄子栋的人 肯定有几个问题 一直在心头萦绕挥之不去 头一个问题就是呢 庄子栋曾经连续三次 获得过世平赛的冠军 也获得了世平赛 圣布莱德杯男子丹达奖杯 永久复制品的拥有权 那么有人说这三次连续的冠军 都是队友李芙蓉让的 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让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 庄子栋如何回归到乒乓界的主流 因为我们都知道庄子栋呢 和后来中国平衡球界的掌作者 徐恩生李芙蓉之间 都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隔膜 那么这个隔膜 是怎样一步一步化解开的呢 再有就是庄栋和他的第二个老婆 日本人左左目敦子 有哪些传奇的婚姻恋爱经历 这都是关心庄栋洞的人 尤其要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首先从乒乓球这点来说 庄栋洞对乒乓球呢 是有很大贡献的 我们先不说他的成绩 他的乒乓球理论呢 有一些东西啊 我们现在想想很有道理 比方是庄栋洞提出 他打球快加速快制动快还原 庄栋洞大胆的 以正反手起板 压住了星野的反手 使星野很少有机会正手抽上 被我国乒乓球爱好者 称为小老虎的庄栋洞 经过艰苦的搏斗 才赢得两局 这个理论就来自 他的乒乓球实践 庄栋洞的是两面攻打法 在那个年代呢 直排两面攻 庄栋洞是一个 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 因为当时呢 两面攻也有不同 有大两面攻 像王传耀 也有中两面攻 庄栋洞叫小两面攻 小两面攻特点呢 动作特别小 站位静台 起板特别快速 庄栋洞就讲 他的理论 为什么使用呢 快加速快制动快还原 他认为打乒乓球 你挥盘挥出去 这个过程 只有击球那瞬间 是有效的 那么如果挥得远 或者挥完拍之后 往前拉出一块 这都属于舞蹈动作 你看着 这样很漂亮 可其实真打球的过程 就接触球这一瞬间 所以庄栋洞认为 前面的动作 后面的动作 属于舞蹈动作 没有必要要 要快加速 快制动 快还原 为什么快还原 他说所谓的优势 就是你给对方的时间 留的比较短 给自己留的时间比较长 你只有通过这种快速 打着对手措手莫及 同时你呢 快还原的时候呢 你自己拥有更多的 准备下一盘的时间 我一看他们打 就两败说 他们走的是两边之河 这么大 你看 听说他这么大 我呢就是 不爱打 我直线就过来了 直线就打了 所以我走的是 两点之间 直线最短的路 他们走的是两边之河 搭在第三边的路 所以在这方面呢 有吃的过